各位朋友 這條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較敏感一點的話題 希望講給全香港的年輕人聽 講之前我發聲明 我已經到52歲 我沒有什麼需要害怕去講 我希望很衷心 希望未來的下一代會過得更好 而思維方面 希望可以執政一點 還有希望整個香港好 如果不喜歡聽的朋友 請兒玉部在隔壁吵架 不用挑戰我和我挑機吵架 因為我不需要和任何人吵架 因為大家互不相識 大家在網絡上交朋友就好 吵架是無法解決的事 好 這個話題是一個人 如何可以在社會上有一個層次出現 當然有些人現在流行的所謂躺平 其實這個我之後才說 就與現在的話題有一點牽引 其實這些思維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不做事 你過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忙 你喜歡過一些比較低下層面的生活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就不至於如此 當然沒有能力才會過一些低下層面的生活 沒有理想 人沒有衝勁 甚至乎有些精神抑鬱 當然這個生活模式是你的抉擇 好了 今天這個話題的重點是 是怎樣去分析社會上的人的層面 其實那些敬人 高手 即是你跟他說幾句話 他已經知道你是屬於哪類人 所以這個層面 有時你跟他說幾句話 如果有些高人出現 他會轉頭就會走 因為他不需要跟你再說話 因為在他眼中你是點不醒 那為何會是這樣 現在我將它簡化成 和大家分享 首先在語言上 比較低層面的人 就是一些藉術形式的人 這種人說話是很掘的 因為他有什麼就說什麼 他不會關顧環境 中國人裡面有一個叫眉頭眼 他不懂得去關顧環境是怎樣 他就不斷說出來 有些人說很直 這些就是心直口快的人 你當他是 但是心直口快的人 很多時都上不了高層面 因為很多時候會得罪人 因為你所說的見解 不是代表了一定是對的 這個世界除了殺人放火 除了你真的犯了嚴重的法理 才是正在錯的 但在語言上 在你的人的修為裡 就不是代表了 你一定指著那個人 嘟嘟嘟嘟嘟 場邊大論是你適合 不是這樣 通常這類型的人 他會沒有了環境的動產力 他會直說 然後他會一栗嘴的說 一栗嘴的說 你會留意到你身邊的朋友 有些人有他說 但沒有你可說 即是俗稱 不知道為何他多說話 這種人就是第一類型的人 他有時未必分為青紅簡白 未必分為對錯會亂說 他會說自己的感受 因為他按耐不住自己的感受 科學上的解釋 這些人的CQ和EQ都是欠佳 AQ可能都可以 BQ應該不太行 DQ更加差 一路下去的時候 這種人你會看到 他不是代表他不富裕 因為這種人會奮發圖強 因為他是屬於現實類的 他比較奮發圖強去做事 總之有可以改變生活的地方 他就會去 有錢賺的地方他就會做 他總之好像一隻牛一樣 怎麼都會做 但是這種人 他富裕的時候 他很多時會守得很緊 守他的財富 他未必會跟別人分享到的財富 如果你說要找一個幫手 他有機會會幫助 因為剛才提到 他這種人有正和惡 每一樣都有正和惡 惡的人當然 當然很多時會很衝動 周界打人 那些事情都會有 善方面 他這種人是很單純的 因為他本身 你想想他都不懂得分析 他本身是比較單純的 如果他是善那方面 他是會幫人的 幫人的時候 在這個世界上 就會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 譬如問他借錢應急 但是有些人就會欺詐這種人 就是不還給他 屢見不鮮 這類型就是屬於第一類人 但是他的缺點 亦都很多 亦都是最多的 因為他的缺點是什麼 他的缺點就是 很多時是不能共事的 你想想 這種人 你知道他經常都得罪人 他全是兇惡的 就是給別人的觀感 雖然有些觀眾朋友說 他未必是兇惡的 他只不過是善意 大聲不代表沒有禮貌 你想想 如果共事的時候 有你說沒有我說 怎麼能夠共事 怎麼能夠一起工作 這些就是 第一類人在社會層面比較差 這件事 希望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一點慰根的話 都不要做第一類人 希望上升到第二類人 第二類人 我現在是精簡說出來 所以要分四類人 第二類人是什麼 第二類人就是 他會懂得說背語 即是背語 貶義的詞語 這件事就是他 即是說腦子懂得轉彎 他會含沙影射地說一些話 譬如有時就是 繞個圈去挖苦一些東西 挖苦一個人 這類型的人 是整個世界裡最多 是最多的 剛才第一類人 都未夠這類人多 因為這類型的人 通常是比較屬於正常 和腦子都有一些思維 他亦都會出到公眾場面時 亦都會懂得看微塘眼睛 亦都會有時會說笑 好了 這類型的人 就有很多 觀眾朋友 不妨你也想想自己 是不是第二類人 全球是起碼佔了一半以上 是這類型的人 我們都可能隨時屬於這類型的人 這類型的人 說明全球最多 他們是能夠共事一起做事 亦都是你可以跟他們說話 亦都大家可以表達意見 因為他是屬於最正常類的 這類型的人 他會否富裕 其實每個層面都會富裕 但你富裕後 到底你是屬於社會的高階 還是中低階 中階或低階 就有分 如果富裕 你亦亂說話 你圍內的一群 都不會有禮貌 都會去哪裡 這就是重點 第二類人 因為他可以共事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最多 他一定是可以富裕 這類型的人 就算他不是真的 好像別人所說的發達 他真的能夠出社會做事 做事就有收入 你有收入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小康的出現 除非每個界別 每一種的人 他都有善和惡 除非你是 第二 這種人屬於惡那邊 你就會行古惑 但你行古惑得來 又可以跟別人共事 古惑之中就是古惑 第一類都可以 他是屬於比較低級的古惑 第二類人是最多的 第三類人 他懂得說福語 福語不是福報的福 不是福報的福 是複雜的福 我將它簡化了 如果他讀過政治系 讀過社會系的朋友 都很清楚這件事 或者是語言系的醫療人員 就更加清楚這件事 複雜的語言 其實他會說一件事 就會有幾個的意思出現 這個所謂的複雜語言 通常最常見是在一些高層 即是CEO 或者一些官裏 所以很多人一聽這個人說話 聽了等於沒有聽 即是說完等於沒有說 就是他用了福語的形式說出來 因為為什麼 懂得說福語的人 他的語言裡面 不需要免除了一些語言上的麻煩 即是被人撿著一些字 但他會引伸成一個不好處 如果是位根低一點的人 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總之是說完等於沒有說 這就是在社會上比較高階的層面 的人說話 接著到第四種 其實還有之後 這段影片因為免得太長 我先說四種 這是精簡去歸納的四種 並不是學術上的四種 第四種是懂得說暗語的人 這些人通常都是真正的CEO高層 真正的 或者是去到國家領導人層面 才會懂得說這些叫做暗語 暗語是什麼呢 就是他所說的 其實與大相關當然有一個意思 這個意思還要是很重大 不是普通的東西 所以大家也有看我的影片 為何我的分析能力 可以說到一些歌詞 或者可以分析到一些政治層面的東西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也有粗練 人比較疲累 有點不太舒服 我繼續說 去到一個這麼高層面的東西 他所說的一句說話 又要迎合大眾 又要有一個暗語出現 是很難的 我舉個例子 在美國裏面有一位總統叫林肯 林肯其實在美國裏面很受尊重 為什麼林肯是一個建國的總統 林肯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說話 其實字面很顯淺 但背後很重要 他說了一句說 一個四分五裂的家庭 根本你就沒有蠟燭之地 大家可以調查他的語錄 現在在網路上這麼先進 你可以隨便去調查 你調查了這句話之後 他的語帶相關是什麼呢 字面解釋很簡單 就是告訴家庭 如果你的家庭 不和目四分裂 你的家庭又怎會好呢 其實就是這樣 但站在一個國家的層面 因為當時有印第安 白人當時要統治印第安 以人數 各種東西 是遠低於印第安 他只有用經濟策略 或是軍事策略去統治印第安 因為美國當時分成二十多個州 每個州都不和別人去炸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中國的軍閥年代 其實就是差不多 你割據山頭的時候 你又何來有一個國家出現呢 所以當時搞了一個聯邦政府出來 林肯就說了這句話 就是在隱喻 如果我們的國家四分五裂 那又怎會好呢 怎會有一個國家出現呢 當時有機會是 墨西哥那邊會打進來 又或者是南美那邊會打進去 當時是戰爭年代 加拿大那些分分鐘會適合你的權 這些東西真是不奇怪 所以他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說話之後 如果是懂得聽隱喻的人 尤其是一高層就真的會做事 好了 我們國家裏面 我們中國裏面 我也舉過例 鄧小平先生 鄧小平先生當然已經鮮油了 他說了一句說話 對我們香港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他說了一句說 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其實不是太多人聽了明白 不是太多人聽了明白 因為五十年不變 字面上的解釋就是 這裡繼續你現在的歌舞聲平 但是五十年不變 但是五十年不變 其實你不要說五十年 你二十五年就已經要消失 為什麼呢 你不變 按照世界的通脹率 我不要說四個百分之通脹 十年就四十個百分之通 二十年就八十個百分之通 二十五年就八十個百分之通 二十五年就八十個百分之通 你不變 其實你的地方已經不存在 已經不存在了 這就是隱喻 所以不是太多人聽了明白 而聽了明白的都很聰明 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很可惜 我們香港人很多人都聽不明白這句話 不懂得如何團結和發奮圖強 去搞好經濟 導致到現在的局面 其實今天的局面是由很多 我聽不明白層面 不是太多高層面的人在這裏住 在這裏做政治 因為這裏只不過一個城市很小 香港有多小 但是很多人都想往一個大國家 譬如移民在歐洲 就是想往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但是當你聽得明白這句話 如果我們團結一齊 我們團結一致搞好經濟 其實我們香港是可以由谷底上去的 所以我要重申聲明 我現在所說的言論 其實都是為了香港好 那你說有些觀眾朋友 有個觀眾朋友都說 我上一條片就講施政報告 有個觀眾朋友就被YouTube自己推了 因為他可能有一些相關的字 就是有國安法這幾個字 他就說你會否觸犯了國安法 你會否害怕這件事 我在這裏就很善意地回應 或者有這種想法的觀眾朋友 如果我是衷心為這個地區好 為國家好 如果你說會觸犯國安法 就天理不用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為香港好 是站在我的意見 或者站在我的意思裏面 是完全是幫香港 那又何來會觸犯國安法 國安法要對付的就是一些 你違背了香港法律 即是你犯了法 你做錯了的事他才會來罵你 但很多人就想到是一個政治的層面 當然這些是他們的想法 其實中國很簡單 其實現在的中國為何會這麼輕盛 就是因為它行了一個很簡單的制度 就是用往直前去富裕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那些國民就知道 原來這樣做是可以富裕 不需要以前那麼辛苦 他們就努力發奮圖強去做事 因為在國內的競爭都很大 你想想 十四億人 我們香港幾百萬人 真正工作只有二百多萬人 都已經競爭那麼大 更何況十四億人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事情 到我這個年紀就會明白了 去這個世界 所以我現在這一段 很語重心詳的話 就是希望跟現在留在香港的年輕人說 我的立場不是代表國家去跟你說 是代表我去跟你說 我是很希望你們這一輩 或者你的下一代 那個生活不是現在那麼壓迫 是會好起來 因為現在是環球經濟差 搞到你們很壓迫 但是如果你們都不清醒 如果你們不去想的話 有一招怨氣在這裡 其實世界那麼亂 每個地區都那麼差 對不對 如果是盤著一種怨氣去做人 你會很辛苦 而且這代表你能力的問題 通常抱著一種怨氣去做人的人 能力都不會去到第三種人 和第四種人的層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四類人 我也很希望香港有新的 勁的年輕人出現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放下這些執念 勇往直前去做好你自己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不需要有什麼怨念去做人 你這麼多怨念去做人 那你的人生根本上就是給了一個怨念 而這個人生不是你的 你只不過是被潛意識控制著 我還有一些政治的事情 或者要做的事情 其實這是你潛意識控制了你的 但是你的正意識都知道 你繼續這樣下去 你就一直跌下去 在社會階層裡面 我是很衷心不希望 你們這群年輕人 如果你還有一些圍根 還有一些智慧 就不要再抱著怨氣做人了 因為我不想你們跌下去 我想你們好起來 我做的事情 我這條頻道全部都是分享正能量 無論觀眾朋友 上了年紀 好像我這樣上了年紀 甚至乎我的前輩 即是大年紀或低年紀我的後輩 我都想你們好 因為我見到的苦難太多 我不想你們再重複製 這些人類的錯誤和人類的苦難 好了 這條影片比較嚴肅 如果適合用的朋友 都隨便分享我這條影片 希望世界好起來 因為每次都打仗 難道你真的想打仗嗎 如果你真的打仗的時候 就不會有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 你想清楚一點 好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多多支持 Thank you 拜拜